赵本山很小的时候,母亲去世父亲离家出走,在她乌依无靠时,干妈周遇没手养了她,给她吃素,供她上学,后来又张罗为赵本山娶了媳妇,赵本山成名之后,一直都没有忘记干妈。 1997年,赵本山陪着干妈特意去了一趟北京,这也是老人家平生第一次出远门,1999年在综艺大观现场,赵本山第一次把这个乡下的老太太推到镜头前,对大家介绍说,这就是我的干妈,她叫周玉梅,是从俺老家莲花街的茶藤春来的,没有干妈, 就不会有我赵本山的今天。今年春节,赵本山回老家过年,带着女儿她忘了躺在病床上的干妈,并给老人家带着了礼品留下现金,叮嘱她好好保重身体,知恩图报,善莫大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